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19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为了中共二十大人事布局 习近平持续对省部级官员进行调整 由于可信任的人不多 导致官员梯队出现断层 其中 省党委专职副书记一职空缺最多 如今 江苏省委常委兼南京市委书记张静华 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分别调任江苏与江西粮省专职副书记 据新华日报2月19日报道 中共中央决定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静华 调任江苏省委专职副书记 前任江苏省委专职副书记任正赫 于2020年11月已经升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 新京报报道 中共中央决定由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调任江西省委专职副书记 前任江西省委专职副书记李炳君升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 在中共官场中 除了新疆西藏之外 其他省市自治区党委只设置两名副书记职位 其中一名副书记是政府一把手 另一名通常称作专职副书记 按照中共晋升规则 专职副书记通常比较容易晋升为省级行政一把手 2020年以来 中共省部级官员经历了三次调整 然而目前最缺的就是专职副书记 截至2月19日 天津、河北、河南、山西、浙江、安徽、云南、青海、广西、明夏等 10省市自治区党委专职副书记空缺 清中共的中文媒体香港林一称 中共省委专职副书记是当地党委最高的副职 作为省部级正职官员的候补 专职副书记出现众多空缺 显示中共高层官员梯队出现严重断层问题 目前内蒙古、上海、浙江、广东、宁夏、新疆 7省市自治区的专职副书记兼任其他实权职务 以省政法委书记、省会城市书记为主 天津政经研究员任仲道表示 在中共官场晋升的潜规则中 省委专职副书记非常容易晋升为省部级的行政一把手 如省长等 作为省部级正职官员的候补 专职副书记出现如此多的空缺 可见中共高层官员梯队出现严重断层问题 习近平可以信任的官员很少 美国民主党总统拜登2月19日 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发表讲话 这是他上任后的国际首秀 随后他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 向欧洲盟友喊话 表示必须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 且需反击中国政府破坏国际经济体系的经济滥用 与胁迫行为 拜登19日通过视频参加了七国工业集团的领导人峰会 并发表讲话 这是他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国际亮相 他在讲话中宣布前总统川普的美国优先时代结束 在随后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上 拜登也力图打消欧洲在川普执政四年期间 对美国产生的疑虑和不信任 拜登说 我向全世界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美国回来了 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 而且我们不会向后看 我们一起向前看 他特别强调了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重要性 并表示美国完全致力于北约同盟 并以下令美国军队停止从德国撤军 并将取消上届政府对驻扎在德国的美军人数的限制 以前曾经多次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拜登说 世界今天面临的挑战与以前不同 目前全球的形势发生了改变 他说 人民眼下正处于一场对未来以及当今世界的方向展开的根本辩论中 拜登在讲话中说 民主国家必须一起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 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使命 拜登说 我们必须共同为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 美国欧洲和亚洲如何共同努力确保和平 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促进我们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繁荣 将是我们展开的后果最为重要的努力之一 他说 与中国的竞争将是激烈的 而他欢迎这种竞争 因为他对欧洲和美国 及其在印太地区的盟友 在过去70年打造的全球体系抱有信心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 一直宣扬北京所说的中国模式 并倡导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18日回答记者提问时 反问了一句 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 出乎许多人意料 众多中国网友表示 是爆笑如雷 哭笑不得 据罚矿19日报道 近日美联社与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合作调查的结果显示 中共政府通过推特 脸书 YouTube等社交网络散布大量虚假消息 把有关美国制造病毒的谣言从社交网络散布到世界各地 在中共外交部2月18日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美联社报道这一相关报道向华春莹提问 并指2019年以来 中国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外交账号数量分别增加了三倍和两倍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时 华春莹对此回答称 说到推特账号数量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调查过 有多少外国媒体和外交官使用微信 微博 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呢 这只是增加一种同外国民众分享信息 沟通交流的渠道而已 华春莹这一看似天真的反问 让许多中国网友哭笑不得 新品聪网站有网民写道 报效如雷了 华春莹质问美国 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可以用推特脸书呢 我也想问 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呢 有网友打句道 党和国家是为了人民好 不让他们受西方文化的侵袭 你怎么就不懂呢 修墙也是为了普通人好 众所周知 在中国 推特脸书 谷歌等都是被禁止使用的 少数试图了解外界信息的人必须冒着风险翻墙 若被当局发现 还会以寻衅滋事关押判刑 但是对于一般中国人无法注册的推特脸书等西方社交网络 中共官方人员 外交官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尤其是外交部发言人则可以正大光明的注册发言 任意转发 据报道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等官员 目前在推特上已累积越来越多的关注者 但这些关注者中的假账号曾多次引发疑虑 中共外交部则称 这是毫无根据的揣测性说法 尽管战狼外交不断在国际引发负面评价 中共当局禁止依然加强宣传力度 不仅增加中央与地方新闻发言人配置的数量 更提升新闻发言人的层级 希望以此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 不过批评人士认为 中共把新闻发言人作为宣传平台的做法 在新西获取渠道繁多的新西时代 要引导舆论的走向只能是空谈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公布了 2021年中央与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录 其中中央部门161位 地方101位 共计262位 与2020年相比 新闻发言人数增加14位 据美国之音报道 今年的新闻发言人名录 不仅数量增加 一些重要部门发言人的行政级别 也首次升格 以中宣部为例 中宣部副部长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徐林月少名单 是为数不多的新增政部级官员 这次国新办发言人郑荣升格 被认为预示着 中共将加强新闻工作的管控 中共从2004年开始公布 新闻发言人名录 至今已经连续17年 新闻发言人数 也从首次公布的75位 增加到今年的262倍 资深媒体人高瑜认为 中共新闻发言人队伍越来越庞大 级别越来越高 实际上跟中共的大外宣是相辅相成的 这是中共加强舆论管制 实际上也是控制整个中国的对外开放 对于中共这一计划 北京的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 李大同表示 如果新闻发言人的宗旨只是把握话语权 赢得主导权 而不面对真正的问题 说真话 那么在当今信息获取渠道 如此广泛的时代 要引导舆论走向 只能是空谈 观察人士说 中共各级当局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 经常是讲假话 不讲真话 报写不报忧 即使在这次疫情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 也是对疫情避重就轻 对真实的死亡人数 闭口不谈 习近平女儿习明泽 各自外泄案再报丑闻 办公安分别向 广东省公安厅和公安部 发送两份不同的报告 所谓的各自外泄主犯 不但换了人 将牛腾宇构陷成为主犯 而且此前的主犯 顾洋洋的姓名 消失得无影无踪 2月18日 身处日本的恶俗维基 支那维基网站创办人肖燕锐 向自由亚洲电台披露 恶俗维基案主犯 牛腾宇被关押在佛山看守所期间 警察曾拿电脑让他确认案情 在这个过程中 他看到电脑上的两份文件 其中一份是 冒名当局上报给广东省公安厅 恶俗维基网站长 顾洋洋是主犯 牛腾宇只是负责管理服务器的 非主要角色 另一份是 上报给中共公安部的文件 主犯赫然变成了牛腾宇 原本文件中的站长 顾洋洋的姓名消失得无影无踪 肖燕锐说 这两份报告的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 但是案情涉及的人员发生了变化 后来提交给公安部的是 没有顾洋洋的那一份 牛腾宇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律师 结果律师传达到了我们这里 肖燕锐表示 仅凭冒名警方必定不敢搞阴阳报告来欺骗中央 虽然冒名地方公检法部门在本案中明显相互勾结 但能够统筹这些机构上诚口径完全一致的伪证 绝不是冒名公安部门能够完成的事情 他质疑广东省公安厅在此间扮演的角色 报道说 恶俗维基网上海站站长顾洋洋 曾于该专案组成立后短暂被捕 获释后被家人立即送往境外 其父亲为上海教育局官员 母亲为阿里集团蚂蚁金服高管 传言顾洋洋父母用金钱透过上海公安局长 打通广东茂名公安关系 据网友爆料 2月19日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新兴路 所有的商铺突然被贴上封条 但当局对此没有任何通报 尽管当局宣称 19日起石家庄地铁全面恢复云役 但岗城区等地依然处于痊愈封禁状态 居民以及医护人员在被封闭 一个半月后 承受率已经到了极限 怨声四起 官方声称疫情清零 令人怀疑真实性 据官媒报道 2月18日0-24时石家庄市 无新增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从19日开始 石家庄地铁全面恢复运营 包括三条线路 共48座车站 但岗城区继续开展 全域全员核酸检测 而且要求管控人员流动和聚集 原则尚在岗城区 区域内活动 据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 2月19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 新乐市新兴路 所有的商铺突然被贴上封条 当局没有通报缘由 但有网友发帖称 目前餐馆 目前处于关闭状态 经过一轮整顿 擅自开放糖食的饭店 基本绝技 偷摸开的糖食 被紧急关停 上班族中午连饭都吃不上 民众对当局的管控措施 非常不满 有网友在微博发帖称 中市的第47天 我们还是禁足在家 无解释 无理由 看不到任何解封希望 生活无保障 无法看病 几十万人在家干靠着 好多事无人协调 无人负责 打官方电话求助生活 就医问题 不是被骂 就是不接 完全不作为 都如惊弓之鸟 为了误出错 也不担责 老百姓都被逼成什么样子了 请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而防疫人员和志愿者 也纷纷抱怨 他们的付出 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回报 有一线人员在网上发文称 从疫情开始 一直吃住在医院 几十天一群人 连家都没有回过一次 接到任务立刻出发 不分时间 然后干了这么久才发现 原来自己根本不算一线 在外面辛苦 这么久的医护算什么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